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玄空寺的下方 玄空寺呢 始建于北魏太和15年 也就是公元491年 距离现在有1500多年的历史 是我国现存较早 保存较为完好的 高空木构磨牙建筑 磨牙就是指建在山崖石壁上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要在山崖石壁上 建这么一座寺庙呢 这就得从鲜卑人说起了 公元四世纪 鲜卑人想从北边越过恒山进入中原 但是恒山山脉地势险要 一手难攻 加上当地驻军防守特别严密 他们就很难攻破 于是乎这帮人日思夜想 终于找到了一个漏洞 就是玄空寺前面的金龙峡 当时峡谷的底部是一条大河 水面宽水六级 人是很难过去的 所以这里就没有士兵把守 鲜卑人一看 嘿嘿就走这儿吧 他们就沿着峡谷修了战道 通过战道把士兵运进来 与此同时 他们在翠平峰的崖壁上 修了一座兵站 通过它可以随时观察 峡谷里的情况 这座兵站就是玄空寺的前身 等到鲜卑人进入中原 建立北魏王朝之后 当初运兵的战道就不运兵了 成为了过往克商的逼径之路 可这条战道呢 也不是特别安全 因为金龙峡水六大 如果遇上雨季 洪水淹没战道 过往的人们就只能跑到 当初的兵站里去避灾 久而久之 当地老百姓就把兵站改成寺庙 让神明来保佑过往的人们 再后来 金代明代清代 多次对玄空寺进行了重修 现在我们看到的玄空寺 就是明清的建筑风格 玄空寺有三个特点 玄 祈 巧 它是怎么悬上去的呢 大家看外边这些巨长的柱子 跟它们没有关系 这些柱子只起到一个装饰上的 让你安心的作用 真正承重的是底下的27根横梁 这些木头不是普通的木头 为什么木质结构能那么长久 大家看这个柱子 据说这些木材都是泡过铜油的铁山木 防虫防鼠 防虫防鼠 铁山木 1500多年前的人们 运用类似于现代膨胀螺丝的原理 把这些木头的三分之二打进岩石里 露出来的三分之一 就成了玄空寺的地级 这就是古人的智慧 到今天 玄空寺已经在空中矗立了1500多年 这期间发生过各种天灾人火 仅仅最近50年 就发生过三次六级左右的地震 还原县内大半房屋被毁 而玄空寺毫发无伤 这不仅是27根横梁的功劳 还要归功于他巧妙的玄指 首先 他溅在了峭壁上凹进去的部分 下可以承重 尚可以遮风囊雨 其次 玄空寺对面的天风岭 为他挡住了大部分阳光 延缓了玄空寺木制构建的老画 齐显的地理位置 巧妙的玄指和建筑方法 共同构成了玄空寺 玄其巧的整体特点 咱们走进玄空寺 首先你会看到硕大的壮观二字 据说这是李白写的 当年他来到玄空寺之后 被这里的建筑器官深深震撼 大笔一挥就写下了壮观二字 写完还不过瘾 又加了一点 意思是这里比壮观还多一点 当然了 这只是个传说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 替人们表达出了 看到玄空寺时震撼的心情 登临玄空寺之后 咱们首先看到的是钟楼和鼓楼 他俩的作用是暴石 现在钟和鼓都不在了 只剩下了楼 楼里边有一块永垂不朽碑 这块碑是同志三年课的 主要记录了重修玄空寺的过程 是现在研究玄空寺的重要资料 往前走就来到了正阳宫 这里供奉的是吕洞宾 为什么墙上挂着饼剑呢 因为传说中吕洞宾被尊称为剑仙 他的剑一段无名烦恼 二段无名称怒 三段无名贪欲 深得百姓尊敬 再往前走就到了三圣殿 殿内供奉着观音文书 普贤三尊菩萨 他们的左右两边一共站着十名弟子 这个场景俗称十大弟子朝三圣 三圣殿的前面是三教殿 它是玄空寺里最高 也是最有特色的一座殿宇 殿内供奉着如是道三家的代表人物 也正是三教合一的特点 让玄空寺躲过了很多纷争 看到公输天桥四个大字了吗 公输是指土木建筑的鼻祖鲁班 意思是说这里就像鲁班建造的一样 桥多天公 往下走咱们能看到石窟里钓了三尊石佛 这三尊佛像是玄空寺里最早的石雕艺术品 为玄空寺的建筑年代提供了佐证 然后咱们走走走就来到了三观殿 它是全寺最大的一座殿宇 正中间供奉的是天观地观水观 这些塑像都是明代塑造的 整体非常精美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三观殿之后咱们就来到了 我国最迷你的大雄宝殿 咱们眼前的大雄宝殿曾经是三佛殿 官地殿太乙殿三个独立的殿宇 后来合并到了一起 中间的三尊佛像是脱沙佛像 中间是空的 每尊佛像净重不超过三公斤 最后存个档 咱们在玄空寺的游览就结束了 我本来是想下一期发云刚石窟的游览视频 但视频是4K的 剪这期的时候我的电脑就已经有点呆不动了 云刚石窟的视频更长 所以看电脑的情况吧 下一期视频有可能发云刚石窟 也有可能继续讲文学作品 总而言之 喜欢听文学作品讲解 探访名胜古记 就搜七月白泽 咱们下期再见